今天小网捕到的鱼货还是挺大条的 而且数量还是挺可观的 哈喽我是老大表哥 刚刚拉完一个大网之后 现在海里面还剩下两个小网啊 准备过去拉上来 大网的收获并不好啊 只能寄希望在这个小网 能不能上多一些鱼货了 而且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上来啊 网刚拉上来就上了两条鱼货 是两条家级鱼 鱼大一小两条家级鱼 最近的牛鲍鱼还是挺多的啊 到目前为止已经上了好几条了 牛鲍鱼还没解出来就来了一条海里鱼 没想到大网的大货不多 小网确实有大货过来啊 就连这条海里鱼看起来是挺大条的 而且现在的海里鱼都是挺肥的 这一条是家级不是真鱼啊 家级它身是比较圆的 真鱼的身形就比较长啊 而且家级的臂部是有一条长次 很容易分别的 家级的身体是属于比较白 而真鱼是比较红 因为是左网放下去的鱼网啊 所以小波皮的数量相对会少一些 如果是白天放的网 小波皮就会比较多了 今天的家级却是上的比较多啊 但是家级的数量没有去年的多 这一趟补到的柠檬数量还是比较少啊 没有网上补到的多 一条柠檬还有一个巨蟹啊 后面还有一条柠檬啊 但是这个网好像挂底了 拉不上来 现在的柠檬是降下了很多了 现在一斤大概就是20块钱左右 两条小波皮鱼带着两个巨蟹蟹过来了 小波皮鱼大部分都是网上才粘上网的 一个柱子椰子螺壳的巨蟹蟹 还有一直喷水的赤豚鱼 这一下子却是连续的来鱼或小波皮 鱼跟家级都有 鹰鱼后面还带着一朵大水母啊 鹰鱼要冬天的时候才比较多 夏天的时候是偶尔上来几条而已 水比较冷的时候就比较多了 因为现在太阳比较大 先把这一部分的海鲜拿去冰盖子保鲜 然后再继续拉完 要胡椒钓啊 这条胡椒钓就有点小条了 以前都是经常上三四斤那种啊 去年的时候还补到过两三条那种八九斤十斤左右的胡椒钓啊 不过大胡椒的冬天才比较多 特别是十一月份的时候风比较大 然后偶尔晴朗一次就多了 网格河豚呢 它现在冒了这么多气泡 就是在释放毒素 赶紧把它放回大海去吧 这边又有一条牛鲑鱼啊 这条没有前面那一条大 虽然没有前面那一条大 但是价格却是一样的 都是五十块钱一斤左右 牛尾属于肉质比较紧实 但又不发财的那一种 我们这边喜欢拿来煮萝卜干 呦这个是椰子罗了啊 这个椰子罗够大个 这个肉是一大坨的 好不容易上一个大一点的椰子罗啊 也是很久没有上过这么大的椰子罗了 现在一斤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应该也有个六七十块钱吧 至少 好卖的时候能卖到一百块钱左右呢 这个应该有个两三斤吧 哇 这条小薄皮够大 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小薄皮了 应该叫它老薄皮才对 现在活着的鹰鸽鱼会比挂掉的鹰鸽鱼好卖一点啊 已经大概是四十块钱左右 挂掉的已经也就剩下二十几到三十块钱左右了 连大薄皮也来了一条啊 倒是没有想到小网还上了好几条大货过来呢 这一条是青肝鱼啊 也是一种三红鱼啊 是吃吃生的一种绝佳食材 针雕都有啊 好像小网上的大货比大网上的还要多啊 这就奇怪了哦 本来还想放多几片大网看能不能补多一些大货呢 这个也主要就有点小个了啊 不过小小的它也是一大块肉 又有大货啊 哎大网怎么没有那么多大货呢 好像最近的这种张红鱼还是挺多的 不过这种张红鱼这个规格还是比较小的 连火顶鱼也来了一条啊 倒是小薄皮的数量少一些啊 因为是网上放的网 白天的时候小薄皮会多一些 小薄皮虽然少啊 但是大薄皮还偶尔来几条呢 大网就为什么没有这么多大薄皮啊 小网倒是有几条 连黄鱼看起来都是比较大条的啊 不错不错 后面还有哦 没想到这一年的却是上了好几条大黄鱼上来了 难道是遇到鱼群呢 好几条 估计是真的是啊 拉一下好几条 还是小网好啊 连大薄皮都上了好几条 运气比大网好太多了 连这种柠檬鱼它都是三条接在一起来的 今天的鱼货还算是挺不错的吧 而且连这个小网上来的大货也是比较多 这边又是开始连续的上黄鱼啊 哇 肯定是遇到黄鱼群了啊 这人已经上了十几条上来了 后面还有好多条看一下 拉一下后面又是三四条三四条连在一起的 这个小网的大坡皮也是比较多啊 可惜现在一斤也就三四十块钱 这下子虽然网给残乱了啊 但是却上了比较多的鱼货看一下 十几条吧差不多 先把这个网给拉完吧 然后再把这些乱的网整理一下子 这个网上来的大货还是挺多的 上来的鱼货都挺大条啊 比那个大网上来的大货还要多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 除了养活的之外 还有拿了一桶去保鲜的 就剩下这么多了 第二个网拉完了啊 第二个网收获得比不错的 因为是小网啊 所以拉上来的鱼货也比较多 小波皮大波皮也是够多啊 黄金凝稳的 啊 看来这些网上能值个 一千多块钱两千块钱之间吧 啊因为没有特别值钱的鱼货 海鸿棒啊其他石棒什么都没有啊 啊所以没有值钱货的货 值钱就没有值那么多了 然后现在过去取最后五个网了 最后一只网是小网啊 也是刚放下去 好像要挂拉网的时候 刚放下去的网啊 好了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 下一个网的视频 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 也谢谢大家观看啊 我是男后导标哥 喜欢我的视频的 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